A one, a two, a one, two, three, action! 如果你每天想的正面的思想多,总体上来说这一天的心情就会偏于正向,偏于快乐,如果这一天的思想偏于负面的多,那么你这一天可能就会出现抑郁,失望,愤怒,伤心,绝望等等这些的情绪,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把所有的思想都保持在正面的频率上面,这些思想会带给我们好的感受,当你出现好的感受的时候, 你会是愉悦的,开心的,充满希望,充满期待的,还会有感恩以及爱的最高的频率的这些感受出现在你的身体和大脑当中,接下来当你处于一个高的频率当中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很高的频率,这个时候心理法则开始运作,根据你发出的频率,它会吸引来相应的频率的人事和物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 也就是说,此刻如果你发出的频率是非常强烈的感恩信号,那么在这个时候,宇宙就会发给你更多的,让你值得感恩的好人,好事和好物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变成现实, 那反面的例子来说,如果你此刻感觉到你没有获得你想要的工作,你非常的失望,或者说你想要一个金额的钱,却迟迟没有拿到你付出的是失望的这种感受,那么你发出的频率呢,也是失望的感受, 从而你发出去的频率,吸引过来就同样的事情,又会让你陷入到失望的频率当中,这个呢,就是心理法则运行的原则,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的话,你一定现在是非常想要掌控自己的时时刻刻的感受的, 那么掌握感受,我们就要回到最开头的如何去掌控以及观察自己的思想, 那么在观察思想的这个过程中呢,说起来会比较容易的是你去想一些好的思想, 话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的时候会有一点我们却往往容易忽略, 那么就是如何保护你自己的能量场,如何保护你自己的思想, 所以今天呢,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下,如何在你想要改变自己人生的这个开始的时候, 然后特别要注意,有一些可能会给你带来负面思想的人和事和物, 但是常常因为他们和你关系太近,或者你太习惯于他们存在于你的生活当中, 你都没有注意,他们逐渐在你的潜意识里形成了负面的频率和思想,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么第一类呢, 有可能是他们是你非常亲近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 这些人因为时常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你把他们当作你的一部分, 他们对你的爱和你的光华,你认为是你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这些人,他们经常处于负面大于正面的这个阶段, 他们的思想,他们给人的感觉,可能你看上去这个人是脸上没有光彩, 眼睛也没有神,这种人他们会因为过多的负面思想, 压过了正面思想,整个人是灰灰的, 如果你见过,比如说在地铁上面,很多人在那里玩手机, 然后眼睛是没有神采,感觉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要起来上班,为什么要搭这班地铁, 只不过就是因为肉体习惯了这一套程序, 他们在做这些事情,那么很自然的可以说, 这些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或者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在这里工作,甚至生活。 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或者说有一些经常喜欢埋怨的人, 经常喜欢抱怨命运不公,经常说我认命, 经常说这些负面的话, 所谓的负面的话,就是你听了以后, 或者你把它当做人生的信条以后, 对你并没有任何向上促进的话, 我们就把它当做是负面的思想, 这些思想可能就会变成你真实的感受, 你就会认为,原来我奋斗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用, 可能我无论怎么样也拼不过那家谁谁谁本来最有钱的小孩, 或者我无论再怎么努力, 我的长相就是这么平庸, 无论是怎么样的领导再看我努力, 也不可能给我一个提升。 如果你让这些有限制性的思想, 占据了你的大部分的人生的信条, 那么就很有可能你会和这些人一样, 所以请一定一定注意选择你身边的人, 因为他们对你的作用十分的重要, 他们就是平时影响你的能量小宇宙的最重要的人, 包括你的家人, 虽然他们是爱你的,光环你的, 但是不代表他们一定可以给出的是正面的向上促进你的能量, 往往很多时候是那些非常爱你, 但是却不知道要怎么样对你好的家人, 对你的负面影响可能是最大的, 他们因为爱你, 但是因为他们在生活当中没有因为正向的思想, 给出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生, 他们就以为好吧, 那可能人生就是非常痛苦, 非常难熬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给你的信念会强加于你, 他们让你去做一些, 他们认为安稳的稳定的工作, 让你不要特别挣扎, 让你就认命, 在这一点上一定一定要注意, 不管他们和你的关系有多么的亲近, 不管他们看上去是多么的权威, 如果他的思想和他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你想要的, 那么在你听取建议以及保护能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他是不是能够给你正面的思想, 如果不可以, 那么就请你客观的去采取他们的建议, 甚至是有意识的远离他们的负面能量, 如果有一些人特别喜欢抱怨, 特别喜欢总是挑别人的词, 或者总是喜欢批评自己, 挑自己的毛病, 同时也看这个不顺眼, 看那个不顺眼, 或者说抱怨为什么, 别人总是这么好, 他总是很嫉妒,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请你有意识的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保护你自己的能量场, 那这一点说完以后呢, 我们再说一下第二点, 这一点呢, 很多人往往会忽略, 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媒体一类的扩大范围的宣传, 比如说电影, 电视剧等等, 甚至是B站的一些up主, 或者是你看的一些自媒体人, 每一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能量, 和他们所正在震动的频率, 包括电影里面, 如果你喜欢看的是一些比较黑暗的, 比如说是惊悚, 或者是社会伦理之类的电影, 我不知道你看完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但是一般我看完这种电影, 我的心情会稍微黑暗了一些, 我会产生有点怀疑人生, 然后三观被影响的感觉, 之前有一部韩国的寄生虫的电影, 当时我看完以后, 就不得不通过再看一遍喜剧片, 把这个片子给我的负面的打击冲刷掉, 从那部电影以后, 我就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 就是尽量不要再去看这种类型的, 有点惊悚, 有点血腥, 就是让你有点怀疑三观的黑暗的电影, 因为在你看这些电影的时候, 虽然很爽, 就是看完以后, 你的潜意识当中会受到很重的冲击, 尤其是负面的思想, 它会一直在那里盘旋, 虽然声音很小, 但是它会在你的心中留下一定的痕迹, 包括电视剧也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我看的电视剧呢, 一般都是情景喜剧, 就是我只看让我开心的, 如果说看完以后我心情很沉重, 比如说看恐怖片, 也会心里一意慌慌的, 觉得上厕所好像那个马桶里都有东西, 或者是天花板上都有东西, 那么你就要小心一点, 远离一些这些带给你不好情绪的能量, 因为它们会影响你的思想, 有一些潜意识当中的东西, 当时意识不到, 但是它会慢慢慢慢的改变你散发出去的频率, 所以请你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因为这个会决定你身边吸引来的人和事和物, 好的, 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个, 这个呢也是很多人常常忽略的, 就是你听的是什么音乐, 音乐里面的很多歌词是超级洗脑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小时候背课文的时候, 可能一些课文或者是古诗, 背了一段时间你就自动忘掉了, 但是一些歌词, 哪怕你从来没有强加记忆, 但是过了十几年, 它一直在你脑海里面盘旋着, 所以它对潜意识的这个洗刷是非常强大的, 你都完全意识不到, 包括很多国家或者是很多团体, 在想要去训练一批人强化他们对于这个组织的忠诚度的时候, 会专门用一首歌的形式来把他们想要传达的思想宣传出去,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歌词就会像旋律一样深深的进入你的大脑里面, 想挖都挖不出来, 所以你在听音乐的时候, 也要注意这首歌的旋律和这首歌的歌词, 给你的心情带来是什么感受, 我们可以逆转这个, 用来听一些正向的, 让你感觉积极的歌曲, 但是如果这首歌是比较阴郁的, 比如说受伤以后的情歌, 或者说是毒鸡汤的歌等等等等, 那么你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能量, 因为最怕的就是它逐渐的侵入你的潜意识, 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逐渐的降低了自己的频率, 下面一点就是关于在你读的书当中也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新闻, 那新闻当中会出现很多灾难性的事件, 或者说一些难以理解的什么惊悚的杀人案, 或者是爆炸案, 或者是社会恐怖分子等等这些, 我现在要和你们分享一下, 在人最容易受到能量影响的时候, 其实是起床后和睡觉之前,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人体的肢体活动基本上降到一个最低水平, 那么大脑在躺着的时候, 一个是刚醒来, 属于刚苏醒的阶段, 包括你睡觉前, 也是一个受干扰最少的阶段, 这个时候潜意识最容易受到影响, 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个频道出唯多之声, 出一个起床前的能量准备, 包括睡觉前的能量准备, 也就是希望通过你最容易受到潜意识影响的时候呢, 把你这一天的正向能量准备好, 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两个最容易受到影响阶段, 看的是一些负面的, 消极的, 黑暗的东西, 那么他们也会以最有效率的方式, 潜入你的潜意识, 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也要注意, 在这两个时段一定要去听, 或者是去冥想让你感觉好的东西, 比如说在睡觉之前, 你先要对自己说, 我说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我爱我自己, 我今天这么可爱的一个人, 马上就要开始新的一天了, 我太兴奋了, 如果你这样子想和你平时, 比如说刚睁眼, 或者说还没有睁眼就想, 为什么又要起床了, 好烦啊,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你这一天的频率, 直接就从非常低的状态下慢慢慢慢一直保持, 那么你只有可能吸引来越来越不好的事情, 所以起床前, 包括睡前, 睡前你的这个思想, 比如说, 今天可真累死我了, 也真的他妈的累, 烦死了, 想这个想那个, 然后会因为这些焦虑让你睡不着,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你的频率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以至于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身体还是处于没有休息好的状态,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睡前的时候, 你去感恩, 你去细数一下今天发生了哪些好事, 一些非常小的事, 甚至说你去感恩你今天还活着, 躺在一个非常舒服的床上睡觉的这个现实, 都会让你的睡觉尤其的安稳, 最后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快速的提升自己正能量的一些方式, 第一个呢, 是去听一些或者是看一些有正能量的书籍, 那么维多在这个频道推荐呢, 一个呢是路易斯海的生命的重建, 还有朗达·拜恩, 也就是《吸引力法则》这本书的作者, 他写的三部曲, 也就是秘密、 魔力和力量, 那秘密这本书呢, 是主要去讲吸引力法则, 怎样运行帮你了解吸引力法则的具体的操作方法, 那么在《力量》这本书当中, 主要详细介绍了运用爱去实现你想要的人生, 那在《魔力》这本书呢, 是教你如何感恩, 有一个配套的28天的感恩练习, 它教你把感恩做成日常的习惯, 从而让你吸引来你想吸引的任何事物, 那《生命的重建》这本书呢, 我认为和吸引力法则一定要配合着使用, 吸引力法则它是教你怎样把思想转化成正面, 从而吸引来正面, 但是很多人在潜意识里面因为不爱自己, 或者认为自己配不上一些好的东西, 他们在即便是想要吸引正面的东西的时候, 就总是因为自己把自己的好事都隔离出去, 迟迟没有改变自己的人生, 这一点呢, 我会在以后的视频当中和你们详细的解释, 因为我以前是虽然知道吸引力法则, 但是我没有看过《生命的重建》, 于是在吸引的过程中, 很多时候我会难以相信我想要的这件事情会真实发生在我身上, 比如说让你吸引一笔钱, 如果你自己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并不能够赞同自己做事的方式, 并不能够甚至并不喜欢自己存在的外表, 或者是自己存在的方式, 那么在你去想要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自主的降低, 比如说本来你明明值一万块钱, 但是你在想的时候你可能说, 我这个不好, 我这个不好, 我没有经验, 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在设定这个目标的时候, 可能说那我就可能吸引个一千块钱, 或者说你本来想要一个什么样什么样, 又英俊又多金又浪漫又会照顾人的男朋友, 但是因为你对你自己的潜意识里面的这个人设设定的非常之低, 你认为自己又不好看, 家境又不好, 性格又不好吼, 然后又不会穿衣服, 还没有生活品位等等等等,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对吸引力法则下的订单的这个男朋友肯定也是, 这个也不怎么样, 那个也不怎么样, 可能我就只配这样的人,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等等等等, 所以以后呢, 我去和你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怎么样去改变自己, 潜意识里面对于自己的评价, 因为这个将会大幅的提升你在运用吸引力法则时候的效率, 我们首先呢, 要让自己去爱自己, 以后呢, 我也会出很多的关于怎么样去爱自己外在的这一系列的视频, 因为我发现在网上其实出现的很多的视频呢, 都是教大家如何去化妆, 如何穿衣, 如何运动, 但是却很少有那种社会认为不好看的女孩, 非常自信的去做这件事情, 有的女孩可能因为自己五官某一个地方不满意, 或者因为身材有个地方不满意, 就不会去做穿搭或者美妆之类的视频,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这个条件, 或者做出来了也没有人看, 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人去做这方面的事情, 于是我们在潜意识里面会认为自己可真难看呀, 为什么手机上的小姐姐都这么好看, 为什么我自己这么难看, 这些思想会在你潜意识里占据大部分的篇幅, 我在你们聊天的群里面会看到很多人说我多少多少身高, 我多少多少, 其实在我看来已经非常瘦, 非常可以了, 但是他说我一定要降到90斤, 我一定要降到80斤, 我才对自己满意, 或者我的鼻子要怎么好看, 我的圈骨这里太宽了, 我的脸太圆了, 我的怎么怎么样, 大部分人都是在挑自己的缺点, 而很少有人会发上了一张自拍, 然后说祝大家今天好心情, 我今天真的非常爱我自己, 因为这一块去做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大家都对自己的要求过分的严格, 实际上在屏幕里面你们看到好看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是非常非常之少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意识到, 当你可以真正的去爱自己的外在, 是一种多么自由的感觉, 因为你会觉得不管你怎么样, 你都是好看的, 都是美的, 都是自信的, 你这种对于自己的爱和自信, 会影响到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方面, 你会觉得你是受到宇宙保护的, 每一天你对自己的爱能够燃起, 你对生活的热情能够逐渐的带你长到人生的意义, 这个就是实现自我的过程, 我希望你们能够通过我的每一个视频的历程, 逐渐看到我是如何自我实现, 自我提升的, 那么我呢, 虽然也是在4月份的时候, 看了路易斯海生命的重建, 我也是在一直不断的生命的重建, 千万不要以为, 看完这一本书, 做完一次练习, 你就已经成功的生命的重建, 你要知道, 在你生命之前的十几年, 二十年, 三十几年, 四十几年, 会一直在一个状态之下, 沉浸了很久, 那么你想要改变的话, 也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 除非说, 你之前需要改的地方不是特别多, 那一般来讲, 如果说有一个非常深的自我批评, 自我否定的这个根源在你的心里, 那么你一定需要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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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做生命的重建, 这样一套功课, 这样子你才可以慢慢的变成你想要的那种, 像一棵小树苗一样, 每天早上起来你觉得, 啊, 是大自然在照顾着我, 在保佑着我, 我怎么样都是美的, 我身体的每一刻, 每一个部位, 我都爱它, 然后你看到镜子的时候, 你是真的可以去亲自己一口, 当你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我认为在生命的重建, 在某个意义上, 才算是成功的, 嗯, OK, 那今天就是这样, 和你们分享一下, 如何去改变自己的这个消极能量源, 注意, 注意保护自己的能量, 这个比什么都要重要, OK, 那我和你呢, 就在下一期的视频段中再见啦, A one, A two, A one, two, three, action, bye,